天上有多少颗星星 这一问题 于沙漠里有多少颗沙子 人有多少跟头发一样抽象又宽泛 但当孔子提出这一问题时 一个年仅七岁的小孩 却给出了超乎寻常的答案 在听到小孩的回答后 孔子佩服的当即拜孩子为师 一个小孩到底是何方神圣 能够拥有孔子如此厚重的礼遇 孔子在鲁国社坛讲学多年 同时周游列国宣讲儒家思想 门下已有弟子三千 闲人七十二 某日 孔子听闻 举国的东南海边 有一个叫记账城的地方 周围百姓醇厚 而且都很博学 他便与弟子记忆东游此地 博其民情 雾其智慧 于是 一群人乘着马车 风尘仆仆的来到了如今的悲狼地景 此地风景秀丽 地势舒坦 孔子与弟子们尽兴观赏着这片附属职帮 这一路上 他们纵性谈笑 不亦乐乎 突然 车夫长鱼了一声 马车缓慢了下来 孔子看见不远处的大道上 有几个小孩子 聚集着蹲在地上玩耍 孩子们看到有马车前来后 连忙躲于路边避让 但唯独一个小孩子 站在路中间 纹丝不动 孔子在车上探身问道 无知丸童 为何挡住我们的去路 小孩见眼前的老头 出言不逊 心声不快 便暗暗决定 要戏弄一下这些人 孩子答道 自古以来 车子遇到城池 都要绕开走 哪有撞上去的道理 城池在这里 你们的马车 怎么能从这里过去呢 孔子环顾四周 疑惑不解道 哦 城池在哪呢 小孩指了指马车下面 说道 城池就造在你们的脚下 用来抵御车马军兵的 孔子见这孩子 不卑不亢 便屈尊下车 这才看见 路上用石子 沙子 堆成的一个假城池 孔子有些不懈地说道 要是车马从这里过了 又能怎么样呢 孩童淡定地来了一句 如果城池牢固 门一关 你们怎么能过 难不成城池 还要躲避车马了 孔子无言以对 心甘情愿地绕城而过 受此戏弄 孔子的弟子子路样样不快 瞎瞎 子路见路边一农夫正在除地 面容于孩子有几分相像 他认定 这位应该就是孩童的父亲 子路便向前须一细问道 看你忙忙碌碌的 手中的锄头 也不知道一天要抬多少次 农夫一时被眼前的陌生人 弄得满头雾水 看见农夫答不出 子路在一旁暗自窃喜 不料孩童听见后 赶来说道 我的父亲年年都除地 当然心里有数了 我看先生出行必有马车 想必是知道马儿的蹄子 一天抬几次吧 子路哑口无言 围观的孔子 见孩童聪颖机敏 内心深感佩服 便决定继续深入试探一番 他与孩子商议 我看你才知过人 现在我们各自出题考考对方 赢了的人就拜对方为老师 怎么样 同手无弃 好 一言为定 孩童丝毫没有胆怯 第一局 孩童问孔子 请教夫子 什么地方的水中没有鱼 什么火没有烟 什么树没有叶 什么花没有枝 孔子思存片刻 顿觉这些问题十分不合理 江河湖海 水中都有鱼 柴草灯竹 是火就有烟 没有叶根本长不成树 没有枝 又哪里还会有花呢 孩童听后 微微一笑 晃着脑袋说 井水无鱼 萤火无烟 枯树无叶 雪花无枝 孔子目瞪口呆地愣在了原地 这个回答 竟让他挑不出一点毛病 孩童又问 什么山上没有石头 什么车没有轮子 什么牛母独儿 什么马无鞠儿 什么男人没有妻子 什么女人没有丈夫 什么是君子 什么是小人 什么是不足 什么是有余 什么城无事 什么人无字 孔子皱了皱眉说 我还真不知道 孩童再一次得意洋洋地答道 土山无石 轿车无轮 泥牛无独 木马无君 神仙无妻 仙女无夫 贤为君子 羽为小人 冬日不足 夏日有余 皇城无事 小人无子 孔子恍然大悟 心服口服 同时他也准备反攻 为难眼前的小神童 你可知道 天地刚迹 阴阳始终 什么是左 什么是右 什么是表 什么是礼 什么是父 什么是母 什么是夫 什么是父 风从何来 雨从何至 云从何出 雾从何起 天地相去几千万里 小朋友听完孔子的话 张口就来 九九八十一 是天地之刚迹 八九七十二 是阴阳之始终 天为父 地为母 日为夫 月为父 东为左 西为右 外为表 内为礼 风从苍吾 雨从交世 云从山出 雾从地起 天地相去 有千千万万里 东西南北 皆有方向 孔子一看 这都难不倒小孩子 便拿出了杀手锏 他抛出疑问 人在世上 都要依靠星辰之光 地生五谷 方能养育 众多生灵 却问小儿 天上有多少颗星星 地上又有多少五谷呢 孔老师出题刁钻 谁知孩童脱口而出 天高不可丈量 地广不能尺度 一天一夜星辰 一年一茶五谷 稍一顿 小孩拾起了诡计 人的身体比地小 眼睛上的眉毛 比天低 双眉长在眼睛上 天天可以看到 敢问夫子 您可否知道 自己的眉毛 究竟有多少根呢 孔子很尴尬地 回答不上来 甚至还沉浸在 一天一夜星辰 一年一茶五谷的 血尿中 此孩童换了 度量单位 把原来问题中 隐藏的颗粒单位 换成了夜 茶 并且以天年为 统计时间 明 做了明白无误的回答 后生可畏 正当孔子 要尊敬地询问 孩子如何拜师之时 孩童已纵身 跳入了旁边的水塘中 只见这一孩童 吐了几个泡泡 从水面露出 一个脑袋 调皮地对孔子说 沐浴后 才可行拜师之礼 夫子也前来沐浴啊 孔子拿他没办法 但孔子没学过游泳 怕自己沉下去 孩童见孔夫子忐忑 仍未善罢甘休 借机问道 鸭子不曾学过游泳 反而扶之不沉 而夫子为什么不行呢 鸭有泥水之毛 故而不沉 孔子终于打上了一句 但反转来得太快了 小孩随机举例了 葫芦无里水之毛 也扶之不沉的例子 葫芦圆 而且内部是空的 所以不沉 孔子解释道 中原窃内空 何又沉而不服呢 孩童应答 又对战了两回合 孔子面红耳赤 彻底被蛇服 但孩童沐浴完毕 孔子上前非常诚恳地向他作医 正是拜了这一七岁小神童为师 身旁的弟子 见到孔子这样一位 学识燕博的老者 竟心甘情愿地 虚心向孩童拜师 心中对孔子的敬意 也更加深刻了